2016南岛文化节8月7号晚间在热气球光雕音乐会中 闪耀登场之后揭开了整个系列活动 今年南岛文化节分为了五大主题 包括了木雕、刺绣、乐舞、声音以及彩绘 融入原住民部落传统文化更贴近原住民部落的生活 13号的下午启动了木雕的艺术创作 今年的南岛文化节里面 我们一直希望南岛文化节能够回归到更贴近生活 更贴近部落文创原创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一系列的活动里面非常精彩 那当然包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 我们的木雕的创作的相关的活动 我非常感谢这么多好朋友 这么多艺术家能够来共襄盛举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真的谢谢 那我也希望我们这次整个艺术创作 整个木雕的这个活动 大家都能够非常的很有成就 原乡艺术创作活动分为了体验组以及精英组 体验组在13号记者会当天进行了联杯教学营的活动 学员当中更有三位已经高龄85岁的阿嬷 也一起体验原住民族的木雕工艺 原乡艺术创作将在9月5号 在台东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 演习中心室内展览空间 举办围棋一个半月的展览 而展览期间除了展示体验组以及精英组 为这次活动创作的作品之外 将同时展授15位木雕艺术家相关的艺术成品 提供参观民众以及游客购买 另外原乡艺术中的精英组 15位的木雕艺术家都力临参与记者会 除了多位台东在地知名的木雕艺术家 也有来自花莲、屏东以及兰宇的木雕艺术家们一同参与 活动中由县长黄建廷 以及三位精英组评审团国宝级大师 哈谷、初光复 以及原住民艺术家林圣贤 三位老师共同进行起调仪式 宣告2016台东南岛文化节 原乡艺术创作活动正式启动 东南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导 原乡艺术创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